教授很可愛 教授說以前呢 上班族是爆肝 現在是爆眼 聽一下攝影棚裡面的藍光 有多少 我們請教授來幫我們測試 仔細看一下呢 最靠近我手指頭這邊的光線喔 哇 藍光一下子就飆得 這麼這麼的高 它就是這麼高 哇 藍光真的是 在攝影棚裡面很強 那我們現在呢 直接拿抗藍光的眼鏡呢 來做一下測試 我們有請教授 好的 戴上 這不是雷膨款 喔 直接變成零了 直接不只攝影棚啦 生活當中非常多 像我們的日光燈 LED燈 這些裡面有很多的藍光 前總統馬英九先生 白內障啊 開過刀 YouTube的主唱Bono Bono有一次終於澄清了說 我不是為了帥氣 因為他有很嚴重的青光眼 Bu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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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個王彩华 彩华界也是不到55歲 他就兩隻眼睛都換了人工水晶體耶 當初發明藍光的 諾貝爾獎的得主 對 中秋天學位 對 中春修惡博士他說 這個白光LED裡面的藍光 會產生藍光問題 如果晚上使用的話 會導致失眠 然後國際能源使 在2014年9月出來 認證藍光是有光生物傷害 他說如果你是藍光LED 大概在20公分的距離 就是你躺著看手機的距離 大概幾秒鐘 就會超出你的視網膜曝照極限 叫做有一個話叫做 一個藍光兩個傷害 不分日夜傷眼睛 白天 到了夜晚傷身體 就你就長期用白光 那亮光裡面的藍光很多 那你的眼睛就很容易產生 視網膜炎 你如果用久一點 那可能黃斑部也變變了 然後更久一點 前面的鏡頭水晶體 也會白化掉 也就是白內障 當初我自己覺得我眼睛不好 可能是因為比如手機螢幕太小 結果我用iPad光譜一涼 我的天啊 他有藍光 而且他還不是普通藍 他是深藍 那個傷害非常大 不管是iPhone Samsung 我的ASUS華為 就是你 有人說藍光在哪裡 藍光無處不在啊 你只要是3C產品 你跑不掉一定有藍光